不要提降不出 我是一只山上的 可愛的小豬 小朋友穿上小豬裝 和立委候選人 顏盛冠 高志朋 一起跳舞 超級卡哇伊 我是一只聰明的 快樂的小豬 還有立委候選人 把最夯的電影 賽德克巴萊 改編成三只小豬要出草 要用小力量 打倒強大政權 我們小豬的出草 要斬腰觸摸 不只現代劇搬上檯面 連古裝造型都看得到 但八個仙人到場來 是要幹啥呢 原來是要拔河拼場 三只小豬通通出籠 要和姚文智起手拔掉 國民黨台北市巴西立委 而參選立委的歌王楊烈 沒但小豬用自己的大嗓門 同樣吸引選民目光 而新北市新莊區的立委候選人 林卓水很應景 帶著團隊巧扮聖誕老人 還搬來一棵高達170公分高的 小豬聖誕樹 每位候選人挖空心思 就是要在小豬回家這一天 搭上邊 搶版面 307英文綜合報導